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恢复两条行车线 为当警车一离开 示威者急迅速再架设路障 干落到中线火球同一时间 示威者开始叫人向后退 想冲时人就冲 用天桥做界线 友邦金融中心进天桥位置气氛再次紧张 最前线的示威者举起散阵 并高呼撤回 至于交易广场外有群众开始搬走物资 并到大会堂支援 警察开始准备行动 至晚上10时 有示威者向前方投掷物件后 前方便突然起火 逃犯条例修订草案原定12日恢复二读 香港 专题 民众号召包围立法会 警民爆发激烈交锋 多人受伤 只是 从9日的百万人大游行 到12日的再一波冲突 在中国境内通通都被和谐掉 北京政府极力封锁消息 当天上午 日本 专题 NHK电视台在北京支部的国际新闻直播就突然被屏蔽 荧幕变得漆黑一片 10分钟后才恢复讯号 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耿爽 在12日的例行记者会维持一贯强硬态度 支持港府推动修订逃犯条例草案立法 并且指责外传中国解放军正赴港维稳是假消息 耿爽指出 我可以明确地告诉你 这是妖言惑众 制造恐慌 其心可诛 大规模冲突破使原定的逃犯条例草案审议紧急延期 只是能拖多久不得而知 而反送中示威的不确定性也重挫港股 香港恒生指数12日收盘下跌480 88点 跌幅1 73% 报27308 46点 5% 4% 4% 5% 4% 5% 6%